大家好 欢迎收看阅读有时readingtogether的线上节目 我们今次的节目就想为大家介绍一位当代哲学巨像4line科夫斯基 4line科夫斯基的名字可能对某些听众来说都会有些陌生 但其实他在外国不同的传媒包括英国的The Guardian The Times其实都对他有很高的评价 另外他在波兰国内也赢得很多的树荣 当中包括在1997年的时候 当时的波兰总统就颁发了他们国内最高的勋章 也就是白英勋章被4line科夫斯基表扬他 另外他也获得到格旦斯克大学和洛斯拉夫大学的荣誉 除此之外其实他也赢尽大大小小在国际上不同的奖项 当中包括伊拉斯莫奖、耶路撒冷奖等等 但是要数这么多的奖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黑路格奖 黑路格奖其实就是由美国国会的图书馆他们去颁发的 其实就是为了表扬一些在人民学科 人民领域上面有很卓越成就的学者 在2003年首次颁发的时候 当时的得掌者就是科拉科夫斯基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6年那位得掌者 就是另一位很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余英士 足以证明黑路格奖的地位和认受性 就相当之高的 作为一个哲学家 当然那个条件就是要很喜欢去思考 去思辨和去问问题 这一样独立思考的一个特质 其实可以在不同的波兰人身上都会找到 譬如就好像文艺复兴时代的天文学家 哥伯利那样 我们熟知他也是天文学家 但是当他去研究做学问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用了一些哲学的方向去思考 帮他们去做一些研究 其实他们两者都很相似 两个都很喜欢研究去问问题 同时也是很敢于去挑战他们所属的时代 一些固有的价值观或者一些传统 比如哥伯利他就推翻了人类一直相信的地心说 提倡了日心说 指出其实地球是围着太阳运行才对 而科拉科夫斯基他作为一个在冷战时期 受到共产政权统治的一位哲学家 他竟然是很勇敢地去对于当时唯一的真理 就是马克思主义去作出很严厉的批判 当然这样的举动也是改变了他往后的人生 也影响了很多后续的历史事件 要了解这位这么传奇的哲人 我们必须要由他早年的生活开始慢慢谈起 其实科拉科夫斯基他出生于1927年 他旦生的地方其实就是位于一个距离华沙 大约100公里的一个小城市 叫做华当 当时1927年大约100年前的波兰究竟是怎样的呢 其实这里都可以和大家交代少少的历史背景 其实在一次大战结束之后波兰就重新获得独立 就可以结束了他们123年的被人瓜分和战灵的局面 虽然当时其实一战之后 欧洲整个环境整个局势都是很严不尽很紧张 但当于他们可以重新建国的这件事来说 其实对于波兰人来说都是相当振奋和很着弱的 所以在当时的20年代30年代他们国内的经济 文化方面其实都得到很多不同的进步 再加上科拉夫夫斯基本身 他的爸爸也是一个商人和一个学者 相信他的童年的生活 其实都应该过得相当不错 可惜事情去到1939年 当时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当时他12岁 其实都准备去升中学的时候 当时波兰二次大战爆发 就受到鄰国纳粹德国的入侵 因为战乱的关系 其实也令到他的父亲 被纳粹党的盖世太保处缺了 令到他在战争期间成为了一个孤儿 当然这段这样的时期对于他来说 一点都不容易 但是凭着他坚毅的意志 他就成功克服到这段战乱的困难 在战后就踏上了他作为一个哲人的道路 譬如他在学习方面 因为当时战乱的关系 很多当时波兰传统的教育制度 就被迫地下化 但是凭着他很坚毅他的自学精神 其实他就在战争期间 是完成了地下教育系统的一些考试 又成功是考取到中学的学位 这件事也为他日后学术的生涯 打开了一道大门 所以在战后其实他也是 顺利地升读了乐资大学 去主修这个哲学 而且在战后他也是迎娶了犹太裔的太太 两人其实也在1960年 就诞下了他们唯一的女儿 其实在学术方面 除了在乐资大学那里主修哲学之外 他们也是年近26岁的时候 也都在另一家大学 即华沙大学那里 成功地考取到博士的学位 这个就是简单他的学术的一些生涯 至于另一方面 其实在他的仕途或职业上面 其实他也是 在当时来说也是相当耀眼的 比如他其实在战后也是加入了 当时掌管了波兰的统一工人党 即是波共 成为了当时他们一位的党员 也都因为他个人的特质 和他的才干 其实也是被波共看中了 其实就送了他去当时的苏联莫斯科那里 去深措 深措完成了之后 才回到国家那里 继续去进修 继续去深措 继续去钻研其他的学问 去到59年开始 他更加在华沙大学那里担任教授和系主任 大家都可以想象到 在这样的时空的环境下 他其实的前途真的无可限量 但正正在1956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两件事 就彻底地去改变了他 当年1956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2月份 当时的苏联就举办了一个二十大 在这个二十大的大会里面 当时他们的领导人 克鲁晓夫就对于他们前任的领导人 就是史太林那种个人崇拜 那种这样的政策 就作出了很严厉的批判 这种的言论就一石激起千重浪 就冲击了当时整个共产主义阵营 这个就是当时2月份发生的一些国际大事 至于去到同年的年中 在波兰国内也发生了 名为波兹南事件的一个历史事件 其实这个也是波共政权他们掌权以来 去到1956年是第一次有这么大规模民众 是因为当时社会环境的情况 上街去示威去游行 这件事也是对于波共政权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在这两件的历史事件底下 再加上科拉科夫斯基本身 他之前去到苏联时期深掃 当时他的所见所闻 种种的原因加起来 令到他在1956年开始 透过不同的一些方法和一些渠道 开始去批判马克思主义 就是透过一些公开的演说 和当时一本名为新文化的杂志去赞文 去批判当时已经是制度化和僵硬化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这种批判也迎来了波共当时的反弹 比如在他们党内也有人标签了科拉科夫斯基 是一个修正的主义者 虽然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立场和原则 继续批评马克思主义 一直发展下去 到1966年的时候 他就为了纪念波茨南事件发生的十周年 在一次公开的演说里面 也是抨击当时的波共 这件事就令到波共 决定在同年把他共产党员的党籍取消了 不让他做党员 作为这样的处分 去到两年之后 就更加因为他的言论和批判 令到他在华沙大学的教殖也是吊塞了 再加上其实欧洲一直以来 存在着反犹太的主义 种种大的原因下 令到科拉科夫斯基和他的家人 就决定离开了波兰 去到海外其他地方工作和生活 在1968年开始 他就展开了流亡的生涯 他其实也在美洲很多著名的学府 其实是担任过教授 譬如耶鲁大学 芝加哥大学等等 但是服务得最久的一间院校 其实就是英国的牛津大学里面的万宁学院 他这里就是担任一个高级的研究员 直到1995年他荣誉为止 他本身一生人总共写了400多篇论文 也出版了超过30本著作 当中最注目或者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其实是一书三冊的 第一冊其实就早在他流亡之前 即是还在波兰国内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书写 也都是完成了 剩下的那两本也都是 去到70年代他在英国安顿了的时候 才继续编写和完成的 也都在1976年的时候 就率先以波兰文就开始发布 直到1978年的时候 才第一次有英文版出版了 至于我们找到的资料也显示 其实中文的翻译本 其实在2015年也是诞生了 他之所以要写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其实那个原因也是他觉得 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 一个影响人类那么深远的 一个意识形态或者一个主义 他觉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那些去支持去信奉主义的人 他们更加需要去检讨 以及去反省究竟他们的哲学 他们的主义 究竟当中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他其实这一书三冊里面的作品 他其实也是检视了超过60个 和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人物 还有讨论到当时世界各地不同 有总共超过20个马克思主义的流派 那就是为了当时那些左翼思潮的人 其实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的框架和方向 在流亡期间 其实波兰自己本身的社会 也是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譬如在1980年代 当时就由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华里沙 大头掀起了当时Solidarity 就是团结工会的运动 不断在社会上去争取不同的诉求 当时Fortline 444司机虽然他人在海外 但他也继续运用他在哲学上 在学术上的影响力 不断地站稳去声援 当时在国内的同胞 他们去进行团结工会的运动 这件事其实也让他赢得到 当时一位团结工会的顾问 叫做亚当·米奇尼茨 当时他在狱中说了一句话 他就觉得Fortline 444司机 是一个当代波兰文化最结出的创始人之一 一个相当高的评价 往后到了波兰文主化之后 刚才也说到他在1997年 荣获他们当时最高的勋章 即是白鹰的勋章 一直直到2009年的时候 他就在英国的牛津过身 当时过身的消息传到波兰 当时波兰的国会 也因为他的死 默开了一分钟 然后他的遗体 也被安排运回到波兰 安葬 而他整个苏黎的仪式 其实是以荣誉军人的规格去进行 他现在的遗体 其实就安放在华沙的无缘 时至今天 其实在他的家乡 即是当地 大家都会找到 其实有他的雕像 也计算去纪念一位这么伟大的哲学家 好了 那么关于他的心评 就大致去到这里就完结 接着下来就想跟大家去 说一说他一些他的著作 那么我们的《财书国》里面 其实就有两本的书 是由他的编写 那么我首先就想介绍一本 比较通俗一点 比较容易明白的一本主作 那么他的书名就是叫做 《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13个童话故事和天国的约事》 那么大家听过书名 都可能都推断了 其实这本在1963年 英文版出版的时候 其实它是combine了两本不同的著作 那么就辑录了一本的书 那么就63年出了英文版 那么至于中文版 其实就去到2007年和2018年 其实都是有人翻译了做中文的 那么特别是在2018年的那一本 更加是一本真定版 除了是我刚才说到那两本的书之外 它更加是辑录了一本65年出版的一本书 叫做《与魔鬼的谈话》 那么大家如果对中文版有兴趣 都不妨可以拿去参考一下 那么其实有不少的书评 都是评价这本书 就说它好像古代波斯 中东那些这样的童话故事 或者一些民间的传说 就像我们小孩子读的《一千零一夜》 《天方夜谭》那种这样的文体 但当中它也是保留了它们一些东欧式的幽默 所以相当之有趣 那么其实我们藏书画里面这本书 早在去年的二月 也有一位女孩子的会员 其实她借了回去家里做世月 然后她还回回那本书的时候 也很好 其实在书里面就贴了一个文件 写了一些月后的感想 那他就说 里面的书的内容 那些故事 就相当之容易去消化去理解 而且很有趣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那些故事是发人心醒的 好了 那么说了这么久 那究竟这个莱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 是讲什么的呢 那其实一开始就相当之有趣 其实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讲了两兄弟 他们就不知为什么 从一生的精灵和时间 就不断地去搜尋这个莱洛尼亚王国 那就是倾尽自己的家财 不断地去尋找 但是最后都是无功意还 那当他们其实想放弃的时候 就很神奇地收到一个包裹 那这个包裹 就正正是由一个 来洛尼亚王国的一个居民 去寄给他们 那因为这个居民就说 收到消息 就知道有人 其实就很不断地去尋找这个王国 那所以他就特意去寄这个包裹 那里面就有13个不同 关于这个王国的一些故事 那就和这两兄弟分享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来洛尼亚的童话故事 就是这样去展开 那当中有很多的故事 都相当之有趣味性的 就是譬如 第四个故事 叫做A Beautiful Face 那当中那个主角 他就为了收藏自己的尽念 就决定把整块面 放在一个补箱里面 那另外一些故事的主人工 更加是为了去赚取多些的钱 获得更加好的待遇 那他虽然是一个年轻 那他也是决定为了多些的钱 多些的待遇 就去扮演一个老人家 那我听起来 其实这些故事就很滑溪 甚至乎很荒唐 那但是大家就不要忘记 其实当时1963年的时候 他Fall I 44司机 还在国内 就是一个在比较高压的环境下 去批判马斯主义的同时 他也是想趁一些比较通俗 异明的一些手法 去将他一些哲学上的思想 和他一些理念去带给大家 那至于书的第二部分 就叫做天国的约事 The Key to Heaven 那其实就是关于17个 就是很传统很经典的 旧约圣经的故事 包括上帝去创造这个世界 罗亚方舟的故事 那他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于他就不是好像 圣经这样去叙事这件事 那他反而就是用一个中立的态度 去分析当时不同故事的人物 就是譬如他会探讨到 究竟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出来 又会聚述到 还有会探讨究竟当时 罗亚方舟 罗亚他其实建了这个方舟 和他要救人类 救其他动物的时候 他的心情究竟是怎么样的 所以每一个故事到最后 都会有一个moral 都会有一个教训给大家 其实他的书名叫做 就是那条锁匙去天国 那其实相信 赫拉科夫斯基 就是想透过这条的锁匙 其实是指向我们一些人性的弱点 好了 至于第二本的著作 就叫做It's God Happy 其实就是一本的合集 在2012年 就是他过世之后的三年 才出版 当中就差不多接近有三十篇不同的文章 足足涵盖的时间 其实就有五十年 足以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大城 当中其实有十篇的文章 更加是首次以英文的形式出版 所以大家听众如果真的很想了解 赫拉科夫斯基一个哲学家 这本的著作 其实都可以说是必读的 这些差不多三十篇的著作 其实就不是以时序的形式去铺排 反而那篇者就很有心 他就把它分成三个不同大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和一些社会主义 一些意识形态有关的文章 第二部分就是去探讨一些宗教 和信仰的一些议题 而第三就是去讨论一些现实性 现代性和一些真理的问题 当中其实有几篇的文章 我都会推荐大家去看 譬如在Saxon 1和社会主义有关的文章里面 当中可以留意就是The Death of Gods 和What is Socialism 因为这两篇文章 其实当时五六年的时候 在波兰国内被判断 不能很顺利地出版 因为当时都是说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亦都是他五六年即Fondland 科普斯 他开始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写的一些很重要的著作 所以这个其实对他日后的历程 也是相当重要的 至于Saxon 2里面 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叫做 Is God Happy 即是这本书的书名的那篇文章 其实在不同的宗教和信仰上面 其实都是有一个很最终的目的 就是希望那些信徒或者希望我们这些普通人 是可以获得到一种快乐 一种的开心 但是Fondland 科普斯基的焦点 就不是放在人那里 他就反而放在上帝 放在做物主那里 然后就发问一个问题 其实Is God Happy 其实上帝是不是真的开心 那这样的思维 其实也是相当之破格的 至于最后第三个 关于Modernity My Truth里面的文章 那我就会推介大家看这个 Our Married Apocalypse 那就是一个1997年那时候发表的文章 那大家留意一下 其实在95年的时候 波兰科普斯基其实他已经荣誉了 那是97年他在退休之后 再出了这本文章 而且其实在同年他也是获得到 波兰国内的白鹰勋章的殊榮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退休 已经是一个明成利就的环境底下 他继续进行他一个哲学的旅程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 其实也有谈谈到一些价值观 譬如他又说到 他说自由就不是永远有保证 他很需要我们有一些勇气 一些关注去捍卫他 这样才有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其实他虽然97年已经是一个高零的状态 但是他那个思想仍然是非常混淆 也对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 所以这篇文章也是很推荐大家去阅读的 好了 关于波兰科夫斯基的解释 就大约到这里 在节目完结之前 其实我想引用他一句很出名的文章 作为一个结尾 他就说其实我们去学习历史 我们去读历史的时候 就不是为了他怎么去表现我们自己 或者他怎么去令到我们成功 反而他就说学历史的目的 就是知道我们究竟本身 我们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 希望大家听完这个节目之后 都可以对这一位的哲学巨像 有多点的了解和认识 其实关于他在2020年的时候 波兰国内已经有他一个传记出版了 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 在皇后的日子会不会有一个英文版本 翻译出来 大家可以继续读一读 关于科拉夫斯基的一些新平事迹 也欢迎如果大家听众 本身有读开他的文章 或者看过他的著作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下 究竟你对他的著作 或者对他本身这个人是有什么看法的 最后大家都会留意到 我身后就是我们呈掀波兰的藏书国 我们总共目前为止 有超过200本关于波兰的书籍 我们总共分了10个大的类别 那承邀各位其实就上来我们湾仔的Gallery那里 就可以去阅读和交流我们一些其他阅读文化上的心得 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见到大家 多谢大家收看今次的节目 拜拜